记者谢军林台北报道,检调侦办中华统一促进党被控为反政治现金法等案,竟衍生出案外案。 一张由北俭寄给律师的开庭通知书,昨日在媒体之间的LINE群组内流传,该通知书上的地址栏内资讯被图销,以打字方式改为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先生,姓名处也被隐秘。 据悉,台北地检署金以涉嫌伪造文书为由,分他自案侦办。 据了解,该通知书是从统促党内部人士流出,除了地址栏被图销,以粗体黑字打上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先生,姓名处也被遮蔽,开庭时间则被画上红线。 此外,通知书又下脚盖上主任检察官黄慧玲观印,但8月底检察体系人士一动后,黄以卸下主任一职,种种迹象均显示有遭人变造的痕迹。 北检认为,此份遭人变造的公文书被刻意流出,恐涉伪造文书等刑事责任,积分他自案侦办,判及此厘清是谁变造。 变造与流出的目的为何等?